那這樣不是更方便的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試試看總共就是 會有四段程式 這四段已經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是轉換VBA的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劇齊 不過我覺得錄製劇齊真的也只是 階段性任務 因為真的錄下來的東西 真的實在是太多垃圾了 他真的 我其實不是 那麼建議你們 一直用 但聚集你可以 怎麼講階段性的 有些東西你如果說要讓他有達到 自動化的感覺的話 錄製聚集是一個選項 但是以那個 VBA的 程式精簡 還有程式的符合邏輯 上面來看 聚集真的不是一個 太好的方法 不過有些程式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用參考的 參考聚集錄下來什麼東西 至少 在完全沒有線索的情況下 他還是會給你一點東西 讓你知道 有些東西該怎麼做 同學好像有問到 樞紐分析表 他也要想要做一個自動化 樞紐分析表用聚集錄製下來 發現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 因為樞紐分析表裡面 他沒有辦法用聚集錄製方式產生 還有像什麼圖表也是一樣 圖表啦 或者是一些圖形啊什麼的 你錄了他也錄不出來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只能學習用VBA的物件 控制裡面的東西 那你要了解 比如說樞紐分析表本身就有一個物件 對應的物件 你要去查這個物件 他裡面有哪些的成員 他的成員裡面包含屬性跟方法 那你就知道說他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那你就可以透過VBA去控制那些他的成員 然後提供他應該要有的屬性 那要做什麼事呢 就用他的哪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這些邏輯都通的話 基本上Excel VBA裡面的所有一切 應該說Excel裡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可被自動化的 可被控制的 那當然如果你全部都可以完全掌握的話 那不得了了 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全套只要你平常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個行政人員 他每天在做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覺得公司應該以後會很需要有一種人 就是說他非常了解VBA 然後他在協助大部分的行政人員 到底他每天浪費太多 浪費主要很多時間是在哪些地方上面 然後幫助他在工作效率提升 那你會發現整個企業的工作效率整體性就提升起來了 我發現這樣講起來是人力資源 像HR人力資源部門應該需要這種提高工作效率的這樣的一個專員 是不是會有類似有這樣的工作值缺慢慢會出現 我覺得我覺得倒是還蠻有可能的 為什麼 像這種東西 公司效率要為什麼低落 那競爭力當然就比不過人家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 你們可以從你在購買東西的時候 那個公司的效率就可以感覺出來 所以像現在都在比嘛 像PC Home不是有24小時之後 就是什麼 那個現在都 Momo跟Yahoo也來個八個小時 然後再來唱坤就來個什麼 三個小時 對 那再來就是還有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你要如何達到 對不對 如果你還在慢慢在那邊突發煉鋼 一個訂單過來 你沒有辦法很快速的把一件東西完成 立刻從倉庫裡面把東西調到物流 然後運送到對方的家裡 你說真的啦 現在人都沒辦法等的 他就是要快 那你這個時候訂單自然就沒有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可以再看看 那當然不是只有在台灣 像什麼阿瑪隆 他之前也是沸沸揚揚 用那個 直接用那個什麼四軸的直升機 就把東西再送到你家 根本不需要一個小時 幾分鐘就可以達到了